我爸是名校导师 我妈是文学博士 但只有我姐继承了他们的优秀基因 至于我 指挥马卡巴卡 是他们家接的苦瓜 后来他们离婚了 我姐选择了跟我爸 因为她说 我不想要一个智障妹妹 我妈妈要开心啊 马卡巴卡 好在我妈听劝 她开心的辞职去创业了 长大后 原本智商超群的姐姐 差点被我爸逼成神经病 而我马卡巴卡的 成了富二代 全文时长32分钟 已完结 正文开始了 马卡巴卡 小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爸不太聪明样子 平时在家生活不能自理 全都靠我妈就算了 出门还经常被人骗 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好 他同事随口说了一句 这孩子智障吧 他当真了 甚至真的偷偷带我去检查 明明医生都说了 这孩子的智商没问题 还挺活泼乐观的 他就是不信 硬是带着我 年转多家医院 甚至还找了一些什么神医偏方 被人骗了不少钱 直到被我妈发现 大吵了一架 人家背后也说 你是脑残 你怎么不当真呢 他竟然去找了第一个 说我是智障的那人对质 结果人家笑笑说 我随口说的呀 但是关于我是不是智障这件事 引发了他办公室的广泛讨论 茶余饭后总有人议论 他逃离满天下 自家接苦瓜 他们说着玩的 我爸越来越当真了 他想把我丢了 第一次是一个儿童节 他开车两个多小时 把我带到临线郊区的游乐场 给我买了一瓶水 让我在原地等 然后就消失了 讲道理 别人偷偷议论他脑残 我的孩子怎么到处乱跑呢 顿时我就很愤怒 我一直在原地 也给你打电话 你接一下就挂了 他瞪我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 我妈手机拿出来 我看一下通话记录 我爸难怪说他脑残吧 那之后我妈发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货 他说你把他扔了之前 甚至一个项目都没带他玩 他还说你甚至只给他买了一瓶水 不是吧哈哈 我爸当然不承认 他是要把我扔了 那次我妈打了我爸一巴掌 我爸打了我妈一拳 由于我妈伤在脸上 出去被人看到了 我爸说我妈是疯子 诬陷他要把女儿扔了 这下他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 我爸不但有个智障女儿 他还是个家暴狂 我爸第二次扔我 还特地做了个计划 那年我们回老家 亲戚聚会 我妈喝大酒喝猛逼了 他立刻开车 把我带去扔在了荒郊野外 我追着他的破车一直跑 还朝车扔石头 却还是无力阻挡那辆破车 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据说他回家之后 就到我奶房间一躺 让我奶给他作证 说他一直没出去过 完美 可惜他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脑子是不好使 但我四肢发达呀 愣是翻山越岭两天一夜 找回了家 走到黎明时 看到了我妈慌张找我的身影 我冲过去就抱着他大哭 并控诉我爸是个脑残 我还没上车 他都没发现 回到家 一群亲戚围着骂我 小小年纪怎么还撒谎呢 是你自己贪玩吧 我奶奶更是例证 我爸一直在他房间里 没出去过 我大叫 我拿石头砸了他的车 砸了三下 他车屁股上有三个坑 我爸 我妈跑过去一看 发现那车都是你 车屁股上确实有三个坑 他恨死了 你是宁愿酒驾 你要把他扔了呀 我爸这才认了 我喝醉了 糊涂了 他一直缠着我出去玩 我也没办法 后来稀里糊涂的 我妈气得发抖 要去报警 那时候全家都拦着 劝着 我妈都没低头 直到我姐姐冲过来 哭着求他 我爸说 你让我背上暗底 文文怎么办 文文跟那个智障可不一样 我爸不配为人父 但是不行 我姐太优秀了 我爸家的人不肯放手 非说我姐是随了 他们家的基因 而我是随了我妈家的基因 我那时候虽然贪玩 也记得我妈都带我搬出去了 还一直在和我爸打官司 到后来我奶带着三姑六婆 天天去我妈单位上闹 虽然不影响我妈的工作 可是我妈单位上 也有多人议论 我是智障了 我身边的人也变得神经起来 那天下课回家 突然来了一群小孩围着我 拿着石头 跟我说是糖 让我咬一大口 我抄起石头 就打破了那群小孩的头 他们人太多 我打不过 就只能被他们一路追杀 刚好我妈终于让我爸那边答应 让他带我姐回来吃顿饭 领着我姐刚进小区 远远的就听到有人 在喊智障智障 他们赶紧跑过来 就看到一群小孩 一边喊一边追我 笑死根本追不上 我灵活地窜到了 小区的老洋梅树上 并且朝他们身上扔毛毛虫 看着他们在底下下的尖叫乱窜 我哈哈大笑 傻波依 当时我姐掉脸就走 她说 我忍受不了跟这种智障当亲人 还有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你别折腾了 我不跟你 我妈愣在那很久 抬头看看我 又看看手上刚买的一大兜子菜 下来吧 回家给你烧好吃的去 那天她做了烤鱼 盐焗鸡 酸汤牛肉 大肘子 还有酸辣土豆丝 我吃了三碗饭 她终于笑了 没多久我妈就辞职了 带着我画了个城市生活 我现在想起来 我妈刚离婚的时候 挺男的 换了工作 她的工资下降了很多 奈何我爸离婚以后 就像一头脱缰的野驴 说好我们姐妹俩的抚养费 他们俩一人一半 但她疯狂给我姐找一对一家教 报信去搬 什么写作 画画 奥数 排球 游泳 编程之类的 就算了 甚至给我姐报了一个刺绣班 说要她保护非疑 我家文文这种天才少女 智商高 责任大 我妈说 没必要吧 孩子会吃不消的 没多久我姐打电话来 冷冷地问她 甚至出了钱 打个电话过去 我姐也对她爱理不理 那时我妈每天拿这个计算机 在那算算算 愁得头突 好在我比较省钱 今天钢琴咬我了 明天吃颜料中毒了 那些破班我一个没报 不过我省钱却不省心 我妈还是有羞耻心的 她一个H大博士 生出我这么一个超级苦瓜 以前还要管我姐的作业 现在只管我 每天气到血压飙升 我在学校跟人打架 她被叫家长 来的时候 她如临大敌 躲在办公室门口一偷听 发现我抱着老师的大腿哭 老师 不要这么对我妈妈 她是一个可怜的单亲妈妈呀 老师震惊了 你爸呢 我 我爸死了 她死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老师 她是个酒鬼 酒驾出车祸死了 老师 这 老师 我妈只是个小学文化的单身妈妈呀 求求您不要骂她 老师尴尬地道 小弥 是你打了人 不是你妈打了人 我妈 一个文学博士 气得在老师办公室门口 发出了气敌声 但是她没有气很久 很快就变成尴尬了 变红耳赤的没敢反驳 她没敢说 我是只配酒小的渣渣学生 而她 一中教导主任 后来我打架 又被叫了几次家长 我妈百思不得其解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人打架 我说 因为我是老大 我妈 嗨 这怎么解释得清楚 我就带我妈从六年级的走廊穿过去 每个班里都有人冲出来 叫我老大 我妈从震惊到茫然 到害怕 她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抓住我的衣领 满脸绝望 小弥 你是不是误入歧途了 她愤怒地拉着我的胳膊要离开 然后就把我胳膊上的纹身给搓毁了 我妈 贴了呀 我 嗯啊 我妈 后来我妈发现 我们学校霸凌成风 我这个组织 就是每个班被欺负过的小学生联盟 说来也是巧合 我来这学校第一天 就有人围着我要我的零花钱 这节奏我熟啊 以前在老家替示 整个小区的小孩都围着我说 我是智障 抢我吃的和零花钱 我奏这些人都奏出条件反射了 就这么一奏 我出名了 被人欺负了都不还手的 直到我从天而降 我妈非常生气 那不是一般的气 她反手就把学校投诉到了教育局 学校都疯了呀 九小那是什么吊车尾学校 谁管这里呀 突然就被告了 我妈还熊啾啾气昂昂的 带着我去学校 找了一群小学生受害者去作证 我们班主任都傻眼了 没想通 为什么小学文化的单亲妈妈 变成了一种教导主任 事后老师又找我妈谈话 我妈可能以为 学校想利用 她学生家长的身份 给她施压 出门之前还骂骂咧咧的 反正都要转学了 我还怕她呀 这种学校就得整治了 我 对 差生也是人 我妈 就是 差生也 说到一半 她说不下去了 跑到学校 我妈刚拉开架时 班主任 小迷妈妈 我妈 嗯哼 班主任 您是博士啊 我妈 谁懂啊 有朝一日 她的学历会成为她的难以说出口的污点 班主任叹气 我知道单亲妈妈不容易 您工作也忙 但是孩子的学习 你还是得上点心啊 我妈的气焰瞬间尾了 不过经过这件事 我妈也想通了 她觉得我班主任 虽然脾气比较软 震不住学生 但人不错 神奇的是 她竟然能在我身上找到学习方面优点 体育成绩一直都是满分 作文天马行空 不离题的时候都能打高分 英语发音学得很快 甚至她还教育我妈妈 您是名校博士 可能很难理解一些普通孩子对知识的理解节奏 就因为这句话 我妈特别感激她 你老师夸你是普通孩子 我 从那以后我妈就突然想开了 她自己不辅导我了 找了个普通大学的大学生辅导我 把我辅导及格了 后来又能考80分了 我妈满足的都哭了 她说 人生怎么那么美好 我不用花一点心思 你成绩还能变好 但是快乐是她的 我爸什么都没有 在我中考完了 我姐快高考了 我妈紧张得整晚睡不着 因为我姐不接她电话 说影响复习 然而高考那天 我姐自己打过来了 我妈疯了 文文 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考场里吗 我姐在电话那头哭着说 妈妈 你救救爸爸吧 她被警察抓走了 据说 我妈也生气了 你经历了什么 是我 或者你妹造成的吗 她说是 沾上这种智障就是不幸 我爸就是被那些智障害的 我第一时间来关心我的感受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摇摇头 妈妈我没事的 甚至对她有点怜悯 好惨哦 胎上那么一个爸爸 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颠婆了 妈妈 我去找小敏玩 给我点钱 我妈力所转账 我溜了 临走的时候 还听见我姐在里面哭得震天响 小敏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以前我妈忙着上班 打官司 抢我姐的抚养权的时候 我经常在她家吃饭 隔了三四年 一见面 我们就认出来了 隔着老远 她就冲过来 找我对暗号 马卡巴卡 我 乌兮滴喜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俩就拉着手 转了一会圈圈 小敏推开我 好了 我现在是正经人了 我熟门熟路的 跟着她回她家去蹭饭 小敏妈妈也对我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她问我 小咪咪 考得怎么样 我说 考得还可以 我上重点了 小敏妈妈一脸怜爱 放心 阿姨知道你不是智障 你不用吹牛 我们小米可机灵了 然后问我要吃大肘子还是烤鸡 等小敏妈妈进了厨房忙碌 我莫名其妙的问小敏 为什么说我吹牛啊 我没有啊 小敏的眼神瞬间瞬间怜悯 我 她说 你还记得不 以前他们都说你是智障 我当然记得呀 那时候我是著名的智障 先是我爸单位 然后蔓延到我妈单位 然后是我们小区 然后整条街 小敏说 每天睁开眼 就听见你在楼下跟人家吵架 说你不是智障 举例子 你得了三好学生 巴拉巴拉 用小敏妈妈的话来说 这咋变 变不了 就跟好人进了精神病院似的 我恍然大悟 哦 所以以为我吹牛呢 小敏摸摸我的头 都过去了 我大怒 我没吹 我真的上一中了 我比录取分数线 多考了一分 小敏都惊呆了 真的吗 我不信 我俩在客厅里一顿撕吧 直到小敏妈妈喊了一声 吃饭了 小敏妈妈做了一桌子大菜 还打电话叫小敏 爸爸回来喝两杯 几十年邻居 我爸倒霉了 他们硬是有了一种 大愁的抱的感觉 饭桌上就可见聊啊 他们说 我爸打断了学生鼻梁鼓 板上钉钉的故意伤害 法律层面上是这么说 道德层面更是雪上加霜 对方出具了抑郁症的诊断证明 按理来说 学习下降也情有可原 我爸为人失表 动辄言语侮辱攻击他 说他是垃圾 废物 智障 小敏妈妈说 呆 你妈这趟回来 不会是来捞他的吧 小敏爸爸说 那不能够 别说张老师没这个本事 有这个本事 凭什么捞他呀 说完 他们夫妻俩一脸期待的看着我 小敏 是不 我这吃着人家的大肘子 很懂事地点点头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有消息 马上来告诉你们 小敏爸爸 哎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小敏妈妈 对对对 就是 就是常来吃饭哈 常来 阿姨给你炖大肘子 我嘴里的 还没咽下去呢 小敏爸爸又到 那不得腻了 明天给孩子炸拳机 托我爸的福 我有好吃的了 我说了 我妈是为我姐来的 她总觉得 我姐的情绪太不稳定 怎么能因为这种事 错过高考 所以她想带我姐去看一下 心理医生 谁知道我姐破房了 她说 你把我当那种智障 也会得那种所谓的抑郁症 我爸就从来没这么说我 要是没有我爸 我就不活了 我妈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跟着她 一起去派出所跑调解 不过 我妈也明确告诉我了 你姐是我的烦恼 不是你的 你能自己玩开心 就是帮大忙了 我心想 那不行 我得去吃瓜呀 不然我奶油脸 去小敏家吃肉 于是我还是每天 乐此不疲的 跟着我妈去派出所 看我爸那颠工 她是真的颠 甚至还在派出所 大放厥词 我是她的老师 可能我的方法过激 但是我是帮她认清她自己 这些消息 被我一股脑的 倒回了小敏家 小敏爸爸笑的垂桌子 这要不是在派出所 高低得给她打骨折 可小敏妈妈问了一句 她胡说八道的时候 那学生在不在啊 我说在的 小敏妈妈 瞬间开始可怜人家 哎 就这样还为人试表呢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凝重 小敏爸爸说 这种人就该坐牢啊 小敏妈妈踢了她一脚 朝我的方向挤挤眼睛 这小动作也太明显了 小敏妈妈试探提出 这个派出所 你也不是废去不可的吧 在家跟小敏玩多好啊 我给你们买大西瓜 吹空调 我狂点头 嗯嗯 那我不去了 其实我对我爸没什么感情 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但是西瓜空调 有点吸引人 这个瓜也不是 非要到派出所才有的吃 那天我跟着小敏 一家三口 在楼上就迟到了 我妈和我爸 在小区吵起来了 先是我爸的嗓门 把我们吸引了到了窗边 我是他老师 他智商低 还不让我教育了 我妈都要疯了 人家孩子只是想要你一个道歉 他说他也配 他什么东西 一个智障 还要我道歉 智商低就是智障低 我连我女儿都照骂不误 我妈吼 够了 不要提小敏 他还在小区 对着我妈破口大骂 说我妈就跟那些 恋爱孩子的父母一样 不肯认清现实 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深浅 当时我和小敏家爸妈 在三楼一人 抱着半个西瓜往下看 我妈突然扶着心灵一般 回过头惊恐地看了过来 吓得我一低头 缩到了窗户底下 那天我妈打了我爸一巴掌 我爸可厉害了 扯着我妈又去了派出所 硬是讹了我妈两千 才肯和解 那天晚上 我妈没来接我 但是我在小河边找到了她 她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说不新鲜 她刚离婚那阵 每天白天出去战斗 晚上她都在这 我妈突然说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啊 她陷入了疯狂自我否定中 你只是跟我有一点不一样 我就不会交了 还得请人叫你 我情绪也不稳定 像你爸说的 我们搞文学的 就比较容易冲动 我还 我总算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今天她去派出所 不但痛失两千巨款 还被我爸给扎心了 我爸就是这样 他就喜欢用一些 莫名其妙的逻辑 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处 比如 她经常说 我妈文科生没脑子 好惨啊 有这么一个前夫 我走过去抱着他 妈妈 我爸是颠老 颠老说的所有话都是屁话 我妈愣了一下 然后扑斥一声笑了 我一看 笑了呀 赶紧再接再厉 妈妈 等我们回去就好了 你会高高兴兴的 那时候我还小 没办法更精准地 表述我的想法 我只知道 我妈好像又回到了 离婚前的状态 很糟 但是她又天才又漂亮 每天太开心心的多好啊 只要别靠近 那个颠老就好了 就在我急吃白脸地 想着怎么哄她开心的时候 她突然下定了决心 问了我一个问题 小弥 你还记得 你九岁的时候 在你奶奶家的时候吗 我点点头说记得 她说 那你爸带你出去的时候 你姐姐在干什么 我说 她在看啊 那一瞬间 我妈看起来要碎了 她垂下毛 我的基因有问题吧 生出这种女儿 我顺嘴接了一句 别闹 你要说她像你 我爸第一个不同意 我妈笑了一下 低声道 小弥 对不起 妈妈不应该 因为你比较懂事 就自欺欺人 忽略你的感受 不过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会做一个坚强的妈妈 我妈决定 明天就带我回去 当天晚上 她就带着我回酒店 去收拾东西了 明天得请小敏家吃顿饭 然后再带你们俩 一起去游乐场玩一玩 毕竟我最近在他们家 蹭吃蹭喝 我说 好啊 我们还商量好了 去哪个游乐园玩什么 吃什么 然后大半夜的 房门被人砸想 我姐来了 我姐哭得很崩溃 爸爸去打听了 八成要被停职了 这话说的我妈也猛逼 她动手打了抑郁症学生 应该早做好 这个心理准备了吧 我姐接受不了 说什么抑郁症 就是死庄 我妈皱眉 文问 你要尊重别人 她试图给我姐解释 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挺好笑的 我姐都多大了 还会不知道这个 果然 我姐说 我不需要理解这种 又蠢又无能的人 我们以后的生活 根本不会有交集 我妈头痛地道 你真是被你爸叫坏了 我姐突然提出 妈妈 你回来带我吧 哦 原来这才是她今天来的目的 我悄悄竖着耳朵听 我妈说 我和你们爸爸的分歧太大 强行在一起的话 对你们俩都没有好处 可我姐说 那就把妹妹送去奶奶家 那一瞬间 我妈承诺了 我姐自顾自地在那分析 妈妈 我知道是我不要你 你才带妹妹的 现在我想好了 我要高考 爸爸要找工作 我需要你 我都笑了 你也太自大了 明明我妈超爱我的好不好 可我姐比我还自信呢 她看着我妈 妈妈 您说呢 我妈的表情 已经肉眼可见的生气了 那你搞错了 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是你妹妹 我姐的表情 一下就变冷了 她说 我爸说我以后一定会拿诺奖 我能改变这个世界 到时候 我的感谢名单里没有你 你可不要后悔 我妈没管她 之前订好的计划照旧 第二天 我们和小米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玩了一趟大的 从早上出来 玩到夕阳西下 饭桌上 小米妈妈终于信了 我终于考上一中 她说 我就说嘛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哈哈 我妈谦虚的说 优点是抗挫折能力很强 家长在一起 难免聊起孩子的未来 小米妈骄傲的说 她说以后要去讲相声 哈哈 我妈扭头问我 那你呢 我说我早就想好了 我以后要考军校 保卫人民 报效国家 小米听得热血沸腾 一边拍桌子 一边倒 考 加油啊 马卡巴卡 嗯 你考吗 乌兮滴喜 小米 不行 我吃不了那个苦 她妈夸 我们家孩子 多有自知之明了 她爸也夸 就是从小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我妈看着那新宽体盘的夫妻俩 若有所思 回去以后 我妈问我 我的马卡巴卡 什么时候已经有梦想了 我说 六年级看国庆宴兵的时候 妈妈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是当老师吗 她一脸便秘的表情 呵呵 显然不是 我说 不喜欢的话 就辞职吧 我妈诧异的看着我 你马上上高中了 而且你姐姐的抚养费也得给 我是想创业 可如果创业失败 他们都会笑话我 我说 我从小就被人家笑啊 不可怕的 她 我又给她分析 现在我跟家教老师相处的挺好 我姐那边又只要钱 你完全有这个经历啊 我妈觉得有道理 可是她还是很犹豫 你看你妈 像能开公司的人吗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不能 妈妈你好厉害 好聪明的 于是不久以后 我妈就辞职了 她找了以前的校友 去创业搞传媒公司了 我妈去创业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 竟然是我爸 彼时因为学校施压 她道歉赔钱 又被停职 搞文学的 创什么业 又来了 她神经病一样的学术比试炼 好在我妈现在不吃这套了 她说 你看不上我们搞文学的 你又研究出什么大成果来了 这话让我爸大为破坊 我是为你好 好好的工作不干 还去创业闹笑话 连文的脸也被你丢了 我妈毫不留情的对了回去 能有你丢脸 人到中年 一个科研瓶颈 迟迟不能突破 现在连高校工作都丢 科研梦碎了吧 你还能干点别的吗 说完也没给我爸骂回来的机会 直接把他拉黑了 但我爸现在很不爽 他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 就看不到前期大展宏图 于是他又生了一个奸绩 叫我姐给我妈打电话 妈妈 你能不能不要创业了 现在是我复读的关键时刻 我们一家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支持爸爸的工作 我妈当然拒绝了 但我姐的话 让她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本来创业压力就大 她每天长嘘短碳 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夜黑风高 那天 趁我妈喝大酒喝猛了 我姐又打了电话来 被我接了 我姐的做做的哭声传来 妈妈 我 哎 她顿了顿 然后哭声瞬间消失 你干什么 把电话还给我妈 啊 我妈睡得呼噜震天 我直接骗她 恭喜你 我妈决定要带着我回去了 她冷笑一声 这是当然的 她对你这个智障只是责任 我说 如果我们真的回去了 你的好日子就来了 我会每天都打你 在你学校门口蹲你 在你放学路上等你 还有你最好不要睡觉 你一睡着 我也会溜进去打你 她说 你敢 我敢啊 我已经不是八岁的我了 现在我的拳托跟沙波一样大 你要不要试试 电话那头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 传来挂断电话的盲音 从那天以后 我姐很长时间没打电话来了 不她 她我妈真的带我回去了 影响她复读 有时候 人生也需要一点运气 像我妈的创业搭子金叔叔说的 你前夫和你大女儿 克你的财运 那俩安静以后 我妈原本半死不活的事业 就高歌猛进 她终于 从张老师 变成了张总 人忙着搞事业的时候 是没有太多世俗的烦恼的 比如曾经偷听到 她和金叔叔说 有钱之后 亲子关系也可以变得简单的多 原来有一些儿女债 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 可惜我人到中年才明白这些 我也不太懂 但我妈容光焕发 开开心心 就很好 过了几年 我也高考了 报心仪的军校 过程一波三折 先是文化考试过了 我妈都已经开始选酒店庆祝了 结果军检附检的时候 被查出扁平族 又被刷了 我还好 只是有点意外 但我妈气哭了 我妈抓了我的脚 表示不能接受 这怎么就扁平族了 有足弓啊 偏偏这个时候 我爸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消息 竟然打电话来嘲笑我妈 他说 你不仅仅生了个智障 还是个残疾 这些年 情绪越来越稳定了 我妈突然就气疯了 她蹭了一下站起来 开始疯狂骂我爸 那一刻 文学博士的威力 算是发挥出来了 她引经据点 足足骂了 我爸十几分钟 我爸把电话挂了 他还打回去骂 后来我姐接过了电话 她说 妈妈 你别这样 我害怕 我妈稍微冷静了一点 然而 我姐下一句就是 我知道你担心妹妹 她脑子本来就不灵光 就靠四肢发达 现在连身体也不好 当时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妈怒发冲冠 原来人生气的时候 头发真的会竖起来的 我姐还在那说 妈妈 其实 你不该赌气去期待妹妹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 你管好你自己 说完就把手机砸了 我妈看看手机 又看看我有点尴尬 这几年 我们家张总一直在发誓 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 她还在说 小迷 妈妈一下没控制住 你别害怕 我有点想笑 张总又开始装模作样了 妈妈 读不了军校 我可以干别的 我可以跟小敏搭档去讲相声 然而就这句话 让她崩溃了 我妈抱着我大哭 妈妈相信你不管干什么 都能干得很棒 可是妈妈 想要你实现梦想 不行 我不信我这么乖的 女儿会这么倒霉 我抬手擦擦她的眼泪 去讲相声 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不然 我现在给你讲一段 我妈终于不哭了 还露出了一点笑容 她说 是我这个当老妈的失智了 因为她突然想起来 这是副检 扁平族这么明显的症状 怎么可能之前检查不出来 第二天 她就带我去体检 然后又去申诉 再见 终于 我们被通知 体检报告拿错了 我被录取了 其实我撕心里 也是松了一口气的 一回头 发现我妈疯了 她在公司来回奔跑尖叫 我家小米考上了 她不是扁平族 我看着她笑个不停 其实她一直是个 情绪上会大开大合的人 小时候我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 题目就叫 我有一个开心的妈妈 就是现在 公司的哥哥姐姐们都说 张总好热情 好有活力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要压抑自己 她这个样子 让我有点想起 她当年的样子了 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画面 我妈终于放飞自我了 她对我的升学宴上 就搞了好大一个牌面 不但请了全公司 客户 她所有的亲戚朋友 以前的前同事 小区可能熟 可能不熟的邻居 我从六年级开始的家教 老师 学校领导也单独安排了一桌 不夸张的说 路过的狗 她都想拉进来吃喜 遇到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 她冲过去 拉着人家就聊 小黄老师 您改变了我们家小迷的一生啊 教育业有您这样的神仙老师 真是莫大的幸运 把我那小班主任 说的都茫然了 哎 我只是个普通小学老师啊 本来我妈挺开心的 直到我爸带着我姐高调出场 众目睽睽之下 我姐走向我 对我说 妹妹 恭喜你 虽然不是985 但对于你来说 考上本科已经是奇迹了 我说 没关系的大傻薄一 我也不喜欢你 他一脸震惊 我寻思他震惊个什么劲啊 人都是会长大的 他不会以为我 还像小时候一样 笨嘴啄蛇 只能被他阴阳罢 他倒是还像小时候那样 一旦对方露出锋芒 他就不敢正面刚了 跑去找我爸了 这些年 我们和他们差不多促成了网友 所以我妈这边的人 认识他们的不多 倒是知道 我妈有个前夫 还有个大女儿 现在见上面了 客气寒暄地打听了情况 我爸骄傲地跟人家说 他读的是替打 虽然学校不算太好 但是国奖已经拿好几个了 别人还以为他谦虚呢 那是张总的母校啊 顶尖学府呢 您真是太谦虚了 我爸道 全国排名第三 算什么好学校 人家哈哈大笑 您可真幽默呀 我叹了口气 他不是幽默 他是有病吗 正想着怎么办呢 我妈心情 已经肉眼可见的变差了 她的工作搭子金叔叔 还在旁边拱火 我说了这两个人客你 说不定还客攒小迷呢 我妈以前不迷信的 做生意以后 越来越吃这套 又更不高兴了 本来以为他们俩 就是来当闲眼包 然而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被我爸 堵在了厕所门口 他单刀直入 小迷 我想跟你妈复婚 啊 我爸镜子畅想 国内的教育环境不好 我打算带你姐出国 我在国外当老师也会更好 翻译 你姐在国内混铺了 还有我在国内也混得不好 打算一起润 他又说 你妈这个破公司 挣的钱也够了 反正没什么高度 不用开了 翻译 你妈赚了很多钱 正好我们也没钱 想来一起花 他还说 让他跟我们出国 一起丰富一下精神世界 翻译已经死了 最后他看向我 因为你 你妈离开我和姐姐七年了 你应该感觉到愧疚吧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说服你妈妈 我倒抽一口冷气 我妈不会给你复婚的 他说你的灵魂都是胖臭的 我爸 我嫌弃地看着他 家里要是没镜子 总不至于尿都是哑光的吧 他气坏了 你说话怎么这么粗俗呢 我说话操里不操 你的智商能听懂就行 还有 我警告你 别在我升学宴上 搞什么妖蛾子 我打你是有伦理压力 打我姐可没有 他气跑了 我是不想搅我妈的心 不然我今天高低给他一嘴巴子 然而 我一进宴厅 就听见金叔叔在跟我妈去去 你前夫把我们小米堵在厕所门口 说要跟你复婚 我 好家伙 我妈直接又怒发冲冠 眼看我妈连蹦带跳的进了宴厅 我赶紧跟了进去 正好遇见一个叔叔问 我爸在哪里高就 我爸脸色不好看 说本来在某大科技公司做顾问 最近刚辞职了 那叔叔愣了一下 这可是国内顶尖的大公司了 怎么辞职了 我爸说 培养一个像文文这样的天才 是需要付出很多的 我就不像张总 反正这个小米也就这样 他大把的时间投资自己 原来我妈能成功 是因为我平庸 我爸不觉得自己说的不对 可是人家表情明显不对了 他能看出来 所以他又补充 军校 以后当兵 这都是炮灰基层人物 上不了什么台面的 我妈直接冲了过去 哇 难道他要动手了吗 然而他只是冲上了台 抢过了正在表演 脱口秀的思议的话筒 今天是我女儿张迷的升学宴 我有几句话要说 我爸很淡定 秉着我姐坐下了 可知母墨若女 我妈现在这个表情 有一种平静的风感 果然 他激情开喷了 他下一句就是 我女儿张迷的成长很艰难 因为他有一个傻逼爸爸 我爸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满堂宾客 哄堂大笑 那是一种吃到瓜的愉悦 他又手足无措地坐下了 等着一脸装淡定 我妈说 我前夫有严重的人格缺陷 非常狂妄 自大 遇到科研瓶颈 回家就辱骂 嘲讽我的女儿 下面渐渐不笑了 万籁俱寂 我爸和我姐脸色铁青铁青 但我妈在笑 智商高有什么用 一群猪 隔三差五 还能测出一两个智商超群的呢 我姐直接气哭了 在台下冲她大喊 妈妈 然而我妈有话筒 可是我的女儿张弥 她依然乐观开朗 她依然热情善良 她说她的梦想是保卫人民 报效国家 逮住出好损 说的就是我家小弥 我站起来给大家鞠躬 大家好 我就是好损 金叔叔带头大笑 一边狂拍我的肩膀 我妈又说 有些人在羞辱家里的小孩的时候 不想想你自己是什么德行吗 搞个科研 直接死在瓶颈 当老师 对抑郁症的学生重拳出击 当丈夫 也是一言难尽 当爸爸 更是当到我想报警抓他的地步 到现在进入社会 也一事无成 说着她还冲我爸的方向 举了举酒杯 眼看我爸跳起来了 被金叔叔冲过去按住 大庭广众之下 只能惊慌失措的 听我妈继续在台上羞辱她 我妈微微一笑 我是T大博士 可张弥小时候 我给她辅导作业 她数学都没有考过30分 说这句的时候 她朝老师们那桌举了举杯 那些带过我的家教老师 还有我小学班主任 一个个都笑眯眯的 小时候她被人欺负 也是她自己把跑那些人 差点被她爸扔了 她自己走了两天一夜找回家 我这个妈妈 不但帮不了她什么 甚至还经常要她 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我妈话风一转 又开始内涵 我为她做的唯一一件 有用的事 就是离婚 带她离开了 她那个无能庸碌又脆弱的爸爸 没人规定 小孩一定要当什么神童 考多少分 如果你这辈子最高光 就是那张学位证书 那你也太不幸了 总之 张弥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小孩 谢谢这么优秀的你 来当我的女儿 那天我妈妈的酣畅淋漓 我爸在大家的掌声中 直接气跑了 金叔叔不知道 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 那天玩到深夜 金叔叔送我们回家的时候 发现我姐蹲在门口 她委屈得像一只被抛弃的小狗 妈妈 爸爸先走了 金叔叔回头看着我妈 我妈甩了甩头 酒醒了 进来吧 金叔叔吐槽 死妆 但妆也没办法 谁让她也是我妈的女儿 我妈再一次鼓起勇气 试图跟我姐沟通 她是不赞成我姐这阶段去留学的 T大是国家顶级学府 你遇到的 大多数都是和你一样 甚至比你更有天赋的孩子 你现在成绩不好 只是有了落差感 只要调解一下 我姐哭着说 妈妈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把我妈说的愣了一下 不是 我是客观分析 你如果过不了你自己心里那一关 换个环境也不会更好 可我姐还是那套 虽然这些年不是你带我 可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行吧 看来还是没听进去 最后我妈给了她一笔钱 她心满意足地走了 其实那天 我妈是喝多了很累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有点反应过来了 她跟金叔叔提起这事的时候吐槽 估计是这些年没存款 想出国了 就想让女儿来我这里 搞点启动资金 金叔叔说 你别管 两百万而已 对现在的你来说算什么 我妈仲没说 不是钱的事 金叔叔又开始搞她的封建迷信 你跟你大女儿是没有缘分的 怎么为她使劲都没用 你要懂得对亲情滤镜驱魅 我妈一愣一愣的 驱魅这个词 还能用到亲情上啊 当然 因为血缘关系 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我上了大学以后 也遇到了跟我姐一样的处境 我上的是海军指挥学院 一进去又秒变差生 这也正常啊 我从小就是普通小孩 当差生也挺有经验的 好在我不是智障 努力的话就能提升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 我引以为傲的体能 突然变得平庸了 不仅仅是比不过学校的男生 在女生中都不算优秀 我妈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诚实会报了这个情况 她说 哎呀 那你得使劲练啊 我说 嗯 现在每顿吃三碗饭来补充体力 好拼命练习 她又问我 交到朋友没有 我说 有啊 好多好朋友呢 不对 我们是战友 给我妈听乐了 好好好 只要你不像你姐 既然她都提了 我就顺便问了一下 最近跟我姐联系了 我妈的声音听起来云淡风轻 没有 意料之中 从此生活很平静 我妈还真的做到了 对亲情驱昧 接下来的几年 她都没提过我姐 她开始投食业 天南地北地跑 不但黑了一大圈 还理了个寸头 她现在形势作风 又变得大开大合的 本来跟金叔叔约好药 一起去爬珠峰 结果 因为金叔叔突然感冒了 就被她扔了 转而带着一群小鲜肉队员走了 反正没人 能让她停下脚步 金叔叔真的 我哭死 她一点点都不生气 还在山下给我妈和十三个小鲜肉 做好了饭 后来金叔叔试探的给我打电话 问我同不同意 她向我妈表白 我是说 你能接受我这个继父吗 我哈哈大笑 可以可以 不过 就一样 你得等我暑假回来 我要在现场见证你表白 金叔叔不好意思地道 你这个死孩子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了 我今年都21了 而且我懂 看一个人跟你合不合适 就看你们在一起的是什么样子 从小我就看着我妈 在我爸的戳墨下 变得面目全非 那后遗症 甚至持续到离婚以后好多年 但这些年 那么多小鲜肉 对张总而言 都如同过眼云烟 只有金叔叔和他相处的时间 是最长的 他们哪怕只是朋友 我妈也日复一日的开朗 甚至越来越有才华 那不是灵魂伴侣是什么 何况金叔叔性格好 长得帅 大三暑假 我兴冲冲地回家 打算见证我妈的人生大事 可我还在路上 就接到我妈的电话 说他要出国一趟 你爸惹了点事 你解状态不对 我去看看 回来以后找你金叔叔啊 我让他都安排好了 我说好的 妈妈注意安全 回到金叔叔家 发现他喝得一塌糊涂 我说金叔叔 你有点年纪了 喝猛了就不帅了 他快碎了 他不让我跟着去 我纳闷呢 你就不会自己去啊 金叔叔啊 买不起机票吗 金叔叔支冷了起来 买得起 两张都买得起 我立刻打消了他的幻想 叔叔 我有军级的 出国需要审批 他 我给他加油打气 叔叔 相信自己 金叔叔说 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爸在国外 被学生捶进了医院 没错 之前他捶学生 现在被学生捶 你爸仗着学历和校友人脉 出国混了个高中老师 他本来心情低落 但是说到这句的时候 突然笑出了声 其实我懂他狗屎一样的笑点 也是去高中当老师吗 这不是搞笑吗 金叔叔见好就说 没有笑太久 那些烦人怎么配他 这个天才教 没多久又嫌人家蠢了 倒是没敢动手 只是不停地侮辱人家 巧了 那也是个有抑郁症的学生 一听抑郁症 他这个神仙更烦了 因为他之前 就是在这事上栽了跟头 但他不知道 人家抑郁症转双向了 我 双向情感障碍 顾名思义 兼有心境变高 和变低两极性特点 低的是 当然是抑郁低落 高的时候嘛 那就直接狂造症了 所以我爸锤断了三根肋骨 伤及脏腑 其实这事儿 我妈也没打算管 但是金叔叔忧心忡忡 你姐可能也抑郁症了 我听你妈的口气 可能已经有人格分裂的症状了 他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可能 你妈不会为了你姐 把你爸接回来照顾吧 毕竟 血缘关系在哪 没感情 也有责任啊 我 过了一会儿 他又自圆起说 没关系 你妈说他灵魂胖臭 我痛定思痛 提出来一个想法 叔叔 你去求婚吧 金叔叔吓死了 啊 这么激进的吗 我说 去我爸病床前求 搞大一点 如果失败了 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金叔叔急到 你叫我去 有什么用啊 这要是搞不好 我跟你妈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我给他分析 你傻呀 我一直烦我爸 我妈又不是不知道 这我好不容易放假 我妈还跑出过去了 我气恼啊 金叔叔恍然大悟 所以我就说 你让我去求婚 是给他添堵 我点点头 嗯 金叔叔夸我是个诡计多端的好孩子 然后快乐的跑了 我在家吃喝完乐几天 收到我妈电话 她数了我 亏你想得出来 哦 求婚失败了 我笑道 妈妈 跟我详细说说 让我一爽一下 我妈扑斥一声笑了 你真是不要坏了 但她还是满足了我 你姐正到我和你爸复婚呢 你金叔叔抱着花就进来了 是我期待的那个画面 我没忍住 又乐出了声 嘎嘎 张弥 还笑 我只能转移话题 我姐没事吧 我妈心烦地道 我已经去给她申请精神证明了 她这种情况 我说 妈妈 你知道我的 有仇当场就报了 这次委托了金叔叔 我觉得她干得不错 你得奖励一下她 我妈 行行行 你俩就折腾我了 挂了电话 我感慨 老金啊 我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这个假期 我跟小敏出去玩了半个多月 我妈才焦头乱额地 搞定我姐那些事 带着我姐回国了 一回来 就给她紧急找了医生 四个护理 塞进我家以前的一个房子里 但是 我妈只会跟医生沟通 不会跟她多说什么 我姐在家摔摔打打 我真傻 还以为你拿钱 支持我出国是爱我 可我现在才明白 那点钱对你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事 你就是应付我 然而过往表现 我妈认为 她根本不需要母爱 我妈也没信心跟她沟通 因此 她直接去喊医生过来 调整药量 我姐哭着说 你放弃我了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这样比杀了我还难受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她各种过激的反应 就变成了医生病例上的一句话 自残倾向 并且会向我妈汇报 会斟酌用药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我妈的生活如旧 她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甚至没有提起我姐 还是半年后 我主动问了一下 我姐怎么样了 好点了吗 我妈有点烦躁 她好不了 啊 我妈说 你爸之前看病花光了积蓄 去当流浪汉了 我 她这个人 宁愿在国外当流浪汉 也不肯让国内的人知道 她在国外又没混出名堂 我奶奶病重 她也没回来缴费 葬礼也没露面 但是现在地球是个村啊 她都被好几个以前的同事 偶遇并拍照发圈了 我 牛波一啊 她小声骂了我一句 才继续吐槽 他们父女俩一个德行 真的是一点挫折都受不了的 前车之鉴就在那 导致我妈对我姐非常会心 大学毕业之后 我正是去海军报道前 远远地看过我姐一次 不礼貌地说 我被吓到了 她吃了一年寄宿药 样子很可怕 不但胖到两百斤 脸上的毛孔粗大 头发还一缕一缕地挂在头上 但我妈说好一点了 发病的时候少了 再后来 我出海 生闲 结婚不生子 海上的生活太波澜壮阔 过往的一切 被我远远抛在脑后 我32岁那年 我爸死在国外了 尸体在垃圾站被发现 并且通知了我姐 而这个时候 我妈已经把我姐赶出去 自力更生了 其实她早就好了 但她宁愿当神经病 也不肯面对 早已脱节平庸的自己 可惜没骗过医生 她倒也还算争气 出去以后没多久 找到了一个整理文书的工作 我休年假回去 恰好在她工作的地方附近 她的模样 精神器还是很差 见了我 她立刻低头要走 我喊了一声 姐 她的脚步僵住 那一瞬间 我的心情很复杂 其实 小时候我爸第一次骂我智障 是她帮我兑回去的 可她不知道 那时候 我爸已经为科研瓶颈疯了 她对我爸打了一巴掌 我爸掐着她的脖子告诉她 你再跟这种智障在一起 你以后也会变成社会的垃圾 知道吗 小时候我恨她 恨她为了取悦我爸 模仿我爸的样子 欺辱我和我妈 后来理解了 她和我爸一样陌若 只是用母亲和妹妹 做家庭生物链的垫脚石 但我依然非常讨厌她 现在 我爸死了 我突然释然了 好像开过的 又败了的那朵花 又重新开了 但我对她的善意 也只有一句 没什么丢人的 你别像爸一样